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怀孕后,请婆婆到城里伺候生产 期间,婆婆竟意外怀孕 为了逼我伺候她生产,月子 竟和老公联手逼我打胎 晚上吃饭的时候,婆婆通知我 蒋山,明天去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听什么? 我撂下碗筷,我产茧一直正常为什么要打胎 我都怀孕五个月了 现在孩子都成型了 她居然突然让我打胎 这老前婆已经在我眼皮子底下坐了几个月 我一忍再忍 就为了让她过几个月能给我伺候月子 现在她居然要我打胎 听什么? 婆婆冷笑一声就凭你怀的是个赔钱货 什么叫赔钱货 现在医院不让看男女 你怎么就知道我怀的是个姑娘 退一步说,就算是个姑娘又怎么了 我怒了,自从怀孕我的脾气就不太容易受控制 我看向老公 平时我与婆婆闹矛盾 她总会偏帮怀孕的我一些 可今天梁爽居然一句话都没有 这就很奇怪,非常奇怪 婆婆似乎也看出了我的意图 冷哼了一声 我劝你省省,怀着一个赔钱货 还妄想全家都当菩萨一样供着你 婆婆微微靠在椅子上 微笑着抚着肚子咱们梁家 谁怀难盯谁才是祖宗 梁爽,你妈这是什么意思? 我转头瞪向老公 我妈她,我妈她怀孕了 梁爽吱吱吾吾地说 珊珊这终究不是一件体面事 你也知道这不是一件体面事 你妈一把年纪了还怀孕 打着给我伺候月子的名义 来逼儿媳妇打胎 珊珊,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 梁爽拉着我,这不是商量着吗? 和她商量什么? 我们梁家不要赔钱货 我早就请大师算过 我这一胎是男孩 你肚子里那个就是个赔钱货 明天赶紧去医院打了 梁爽,你也是这个意思 我看向老公 珊珊,我也心疼你肚子里的孩子 梁爽看了一眼我 又看了一眼她妈 最后支支吾吾地说 可我妈她也怀孕了 她那么大年纪生孩子不容易 需要有人照顾 我们现在还年轻 孩子的事可以再等等 所以你也要我去打胎 我们的孩子已经五个月了呀 这个月份的孩子已经成型了 有心跳了 她也是一条命呀 我看着梁爽 眼中的泪水再也忍不住 她毕竟还没有出生 不算一条命 梁爽安慰我而且珊珊 难道你不喜欢儿子吗 是儿子还是女儿就那么重要吗 你要是敢让我打胎 我们就离婚 离就离 真当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娃 能金贵到拿捏我们 我们梁爽可是研究生 你是什么学历 离了婚 我儿子还能找到更好的 婆婆气哼哼地说 我跟婆婆的争吵 已经到了烈火烹油的地步 梁爽赶紧站出来阻止 她让我先进屋 然后自己再跟婆婆商量商量 这一刻我失望极了 直接站起身 哭着跑回了卧室 我跟梁爽谈恋爱的时候 她还是本科毕业 后来在我的支持下 她考上了985院校的研究生 身价倍增 所谓上岸第一件 先崭新上人 那时候 婆婆就起了歪心思 嫌弃我学历不如梁爽 非要逼着我们俩分手 但梁爽没愿意 愣是跟我领证结了婚 饶是如此 在后续商量婚事期间 婆婆还是仗着学历这一点 各种拿捏我们家 婚房不愿意买 彩礼也是一将在家 甚至为了逼我家让步 还到处宣扬 我跟梁爽同居了 那时候 我就看出来梁家人不好相遇 但我觉得梁爽喜欢我 只要我俩日子过得好 就行了 可万万没想到 现实却狠狠打了我一耳光 我太想知道他们商量的结果了 于是趴在卧室门口 却听到梁爽跟婆婆说 他家是城市户口 家里就他一个女儿 他父母都是老师 这条件已经很好了 接着 他又说他父母名下 还有两套房产 我听说 有一套还要拆迁了 到时候 不都是咱们家的 我愣住了 感情梁爽当年 非要跟我结婚 为的是我父母的财产 这一刻 我心向被人扔进了冰箱 我特别后悔 为什么当初没有听父母的话 非要相信 这个死渣男 我想离婚 肚子里的宝宝 我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也不想让他有一个 如此虚伪的爸爸 宝宝 对不起了 我擦了擦眼泪 收拾好心情 我要和梁爽离婚 但是首先 我要先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 梁爽回到卧室后 我和他说 我同意去打胎 但有一个条件 当年咱俩结婚 你家只给了五万块的彩礼 我娘家赔价了二十万 我顿了顿 又说 那笔钱我最后还带回来了 那是我的生育保证金 必须还给我 梁爽跟我装傻冲愣 姗姗 那笔钱 咱们以前不是说好的吗 你带回来 留给咱们自家用 你看我妈 现在也怀孕了 生孩子养孩子 都得花钱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 我笑了 当初你也说过 婚后会给我买车买房 你做到了吗 我顿了一下 用悠悠地反问 你该不会是想拿我的嫁妆 给你妈养孩子吧 梁爽不敢说话了 我直接撂出狠话 不给钱 那我就不去打胎 你家等着被人笑话吧 婆婆和梁爽不肯把钱交给我 这俩人死抠 结婚后 连我的工资都要算计着 家里水电费外家添置东西 都是花我的钱 反倒是梁爽的 他们借口梁爽工资高 能攒住 全都存到银行里 银行卡也被婆婆死死地握着 我连一分钱都没见过 为了让他们给我钱 我故意说 钱握在我手里 我只是想要个保障 又不会乱花 你看婆婆之前也说了 嫌弃我的学历 想给你找个更好的 万一我把孩子打掉了 你翻脸要跟我离婚 把我赶出家门 到时候我人没了 钱也没了 我该怎么办 得知 我不会把钱带走 婆婆和梁爽 终于同意了 梁爽是个人精 还读过书是个研究生 她担心钱 握在我手里会出问题 没想到婆婆 却把她劝住了 我听到他们 暗戳戳的商议 婆婆说 你懂什么 这女娃就是个赔钱货 万一真生出来 就不是二十几万的问题了 反正咱们家 把她拿捏得死死的 人在咱们家 钱也在咱们家 她能怎么办 我在心里冷喝了一声 原来愿意给我钱的原因 是不想让我把女儿生下来 女儿怎么了 婆婆自己也是个女人 有必要当精神男人 打压同为女性的我们吗 闹到最后 梁爽同意给我二十五万块钱 让我去打胎 她以为让我受了委屈 殊不知我心里可乐死了 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跟梁爽离婚 给她生孩子 我觉得恶心 结果去医院打胎那天 还出了个幺蛾子 因为孩子有五个月了 勉强能看出成形 打完胎 发现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个男娃 婆婆当场崩溃到昏倒 在医院里哭得昏天暗地 梁爽也气不过 跑去找算命的理论 把人家里砸得稀巴烂 被警察拘捕了 我因为刚打完胎 身体虚弱 躺在卧室里休息 婆婆在门口破防大骂 都是你这个贱人命不好 连累了我们家梁爽 我家儿子堂堂一个研究生 现在因为你留了案底 还让大家笑话我们 我冷笑一声 反驳不是吧 婆婆 这胎不是你让我打的吗 我都是按你说的做 要骂骂自己 骂我做什么 梁爽被放出来那天 身体就感觉不舒服 她在家里发烧咳嗽 躺在床上装死 半夜还发烧到快四十度 这种情况我当然清楚 她肯定是痒了 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娘家 婆婆摸着肚子 站在门口骂我 她说我心狠 作为妻子 丈夫生病了 不留在家里照顾 反而临危跑路 我笑了 我刚打完胎 身体正虚弱 万一她把我传染了 我的情况不是更严重 我看了眼 躺在床上的凉爽 懊悔自己当初的恋爱脑 竟然像这样的男人 托付终身 不过 现在醒悟也不算晚 我拖着行李走出家门 临行前 还故意吓唬婆婆 婆婆呀 我听说这个病对孕妇特别不好 你还是悠着点 别被梁爽传染了 婆婆果然紧张起来 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看那个架势恨不能马上离开现场 我回到娘家 梁爽给我发消息哭诉 我妈已经走了 家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想喝口水都难 媳妇 你啥时候回来呀 我想吃你做的饭 你再给我买点药吧 我在心里冷笑 想吃我做的饭 去卫生间里趴着 啃自己拉出来的巴巴巴 还想让我给他买药 我没毒死 他就不错了 我故意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 老公 你也知道我刚打完胎 身体都快难受死了 我听说这个病 青壮年硬撑几天就没事了 你也不想把病传染给我 让我有生命危险的吧 婆婆怕梁爽把病传染给自己 赶紧收拾东西跑了 但梁爽到底是他儿子 担心肯定是担心的 所以他把梁爸赶去家里照顾梁爽 自己回老家养胎去了 梁爽家是农村的 他爸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一直住在乡下 我跟梁爽结婚以后 为了工作方便 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住 婆婆闹死闹活非要住进来 还美其名曰会帮我们做家务 结果到了家里 他什么也不做 把自己当太后 试得养尊处优 还总是插嘴我跟梁爽的事 为了赚钱 梁爽在我们市建筑工地上 给他爸找了个打灰的活 以前梁爸并不跟我们住在一起 一个人窝在破旧的出租屋里 难得才来看我们一次 婆婆对梁爸挺嫌弃的 每次梁爸来家里 她都嫌弃梁爸身上脏 恨不能把他赶出去 所以我有点怀疑 都这样了 她还能意外怀上孩子 还是说 婆婆肚子里的 其实并不是公共的种 梁爽高烧了一个星期 才终于好转 我也收拾东西回家 准备和梁爽离婚 但我万万没想到 回家当日 梁爽送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 隔着一道房门 我听到里面传来轻柔的声音 爽哥 你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想我还是走吧 万一被嫂子看见我照顾你 咱俩这关系 我怕你解释不清楚 而且 她看到我在你家 她肯定会不高兴的 说这话的人叫赵锦如 他是梁爽研究生期间的同学 对梁爽有那点意思 但赵锦如的身世不太好 他家也是农村的 母亲早逝 被父亲拉着长大 当初婆婆还把我跟赵锦如比对了一番 她觉得赵锦如虽然是个研究生 学历比我高 但一不是城市户口 二是个没有妈的孩子 所以最终 她没同意赵锦如 反而选择了我 赵锦如跟梁爽在一家公司工作 平时看起来 老实本分 就跟妾生生小兔子似的 偶尔她也会来我们家里做客 买点东西吃顿饭 陪婆婆聊聊天 特别讨喜 我没想到 这女人居然这么拼 为了讨凉爽的欢心 甘愿冒着被传染的风险 来照顾她 或许以前我还会生气 但现在 我却看到了另一种希望 我的律师朋友曾说过 在婚姻存续期间 如果一方出轨 那么另一方就可以判得更多的财产 我推门进去 梁爽和赵锦如看到我吓了一跳 赵锦如红着眼圈 急忙解释 嫂子 你别误会 我是听说爽哥身体不舒服 家里也没什么人照顾他 所以才来看看他的 你要是不欢迎我的话 我现在就走 因为我丢下他回娘家的事 梁爽看起来挺不高兴的 他冷了一声 语气不太好 怎么了 你不肯照顾我 还不许别人照顾我吗 我笑咪咪地说 没有呀 赵小姐能有这份好心 我很高兴 我看向赵锦如 说 以后多来我们家 你一个女孩子 在外也挺不容易的 我的态度让赵锦如受宠若惊 从那天以后 他还真没事 就往我们家里跑 还对梁爽各种献殷勤 听说梁爽康复了 婆婆也搬了回来 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下家里可热闹了 饭桌上 婆婆热情地给赵锦如夹菜 锦如啊 你最近照顾我们家梁爽辛苦了 多吃点 赵锦如试探地看了我一眼 咬着唇说 阿姨 你别这么说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爽哥在公司里也很照顾我 嫂子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才从家里搬出去的 我相信他还是关心爽哥的 绝对不会在关键时刻 丢下爽哥不管的 所以 你们就别再生他的气了 听听 这绿茶断味 毕罗春来了 都得甘拜下风 婆婆轻飘飘地瞥了我一眼 喝了一声 什么叫患难见真情 平时话说得好听 真遇到事了 才知道谁才是最好的 我埋头吃饭 就当没听到 他们三个倒是其乐融融的 我发现梁爽对我的态度变了 以前 赵锦如来家里的时候 他一直不冷不热 把他当外人 可现在 也许是在他生病的时候 赵锦如不顾危险来照顾他 让梁爽深受感动 他对赵锦如态度特别好 反而把我冷落了下来 饭桌上一直给赵锦如夹菜 都没跟我说几句话 晚上 我走进卧室 看到梁爽躺在床上 在玩手机 他突然起身收拾东西 还到处找药 我问他 你做什么 梁爽说 锦如貌似中招了 我得去看看他 梁爽说得义正词严的 在他生病的时候 赵锦如来照顾过他 现在人家 一个小姑娘病了 他不能抛下赵锦如不管 这叫知恩图报 我说 行啊 你去啊 我又没有不让你去 老实说 我还真怕梁爽和赵锦如 不发生点什么 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和他离婚 巴布得他们天天腻歪在一起 这样 我才好收集证据 只是 我没想到 赵锦如看着一副聪明样子 实际上 却蠢得可以 竟巴巴地上赶着 送证据给我 赵锦如果然羊了 梁爽在他家里照顾了三四天 赵锦如特别感动 还专门发朋友圈晒 自己跟梁爽的合照 患难见真情 感谢爽哥在我生病的时候 照顾我 爽哥亲手做的饭太好吃了 梁爽离开这几天 婆婆整天催着我给他做饭干家务 他现在怀孕了 嘴巴挑得狠 天天要大鱼大肉 把我当成二十四小时的陪护 我当然 不愿意了 这天 婆婆想吃虾 又想吃鱼 让我去煮 我直接躺在客厅沙发上没动 然后 他就破房了 他情绪崩溃 开始辱骂我 你这个贱人 是不是想把我饿死 我现在 是个孕妇 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 你就不能多体谅体谅我 我看你就是想害我 嫉妒我肚子里的儿子 我直接冷笑 当初我怀孕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我的 以前我怀孕的时候 婆婆是做过几天的饭 但她这个人死抠 我想吃条鱼 让她煮个鸡蛋 她都得阴阳怪气抱怨 说我嘴巴挑 净减贵地吃 这样十月怀胎下来 得花多少钱 现在轮到自己身上 她双标玩得挺溜 我看了一眼她的肚子 故意说 儿子啊 我也有啊 不是被你做霉了吗 婆婆气得发抖 跟我哭闹 还打电话 把梁爽叫了回来 她逼着梁爽跟我离婚 坚决让梁爽 把我赶出家门 但梁爽没愿意 她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质问 我妈现在怀孕了 你就不能多照顾照顾她吗 我回怼 你妈怀孕了 又不是我的肿 我凭什么照顾她 要不这样吧 我说 我从家里搬出去 你让公公来 反正是你未来弟弟 让公公来伺候 怎么样 婆婆紧张了 死活都不肯让梁爸来 还一脸嫌弃的样子 我严重怀疑 她肚子里的孩子 真是梁爸的吗 既然这么嫌弃 为什么还要闹死闹活地 给梁爸生孩子 梁爽不说话了 她也肯定不会跟我离婚 毕竟惦记着我爸妈的那点财产 我继续冷笑 你不是做饭挺好吃的吗 人家都发朋友圈了 怎么能给八竿子打不着的女人做饭 不能给你妈做饭 你妈养你这么大 孝敬到别的女人头上 你可真孝顺 梁爽不得不从赵锦如家里搬出来 任劳任怨地伺候她妈妈 晚上 赵锦如给梁爽打电话 哭得梨花带雨的 她说自己不舒服 发着高烧 全身痛 躺在家里连饭都没得吃 梁爽看了眼 躺在卧房里的婆婆 试探地看向我 问 媳妇 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吗 你看我生病的时候 锦如来家里照顾过我 你能不能替我照顾她几天 我在心里冷笑 让我一个刚打胎正在休养的孕妇 去帮她照顾绿茶 梁爽的脑子是怎么想的 她还真把我当成挖野菜的王宝串 什么都听她的 我当然不愿意 还在家里跟她闹 哭着喊着把东西都砸了 我问梁爽 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哪有让自己媳妇去照顾别的女人的 人家赵锦如来照顾你几天 你就动心了是吧 我懂了 我这就走 你有种的 咱们现在就离婚 梁爽不敢说话 反倒婆婆从卧室里冲了出来 她指着我的鼻子开始骂 你这个贱人还好意思说 我儿子病了 你非但不照顾 还跑回娘家 人家锦如新的好 学历比你高 听说人家还要去考公务员呢 以后就是铁饭碗了 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要离婚就赶紧离婚 别耽误我儿子的前程 眼见着我跟婆婆的战争就要爆发 梁爽站出来阻止了 我听到她跟婆婆偷偷地对话 婆婆哭着说 梁爽啊 我现在后悔了 肠子都悔清了 要是早知道她是这样的女人 我当初就不该让她进这个家门 你看人家锦如多好 到现在还对你念念不忘的 梁爽默了默 说妈 谁对我好我知道 可现在不是着急离婚的时候 市里的拆迁马上就要下来了 咱们等分完房子 把她家的财产拿到手才能离婚 她还郑重其事地拉着婆婆的手 保证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跟她离婚的 我都快乐死了 这对母子还真是贪得无厌呢 到现在还做着春秋大梦 想套我们家的财产呢 因为梁爽的保证 也为了让梁爽跟赵锦如培养感情 婆婆终于不做了 她居然同意 让梁爽回去继续照顾赵锦如 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当没看见 我以为梁爽走后 以婆婆做妖的性格 肯定会把梁爽叫过来伺候她 但没想到 我从外面回来 看到站在我家厨房的 却是个陌生的男人 他是我们小区的一个老头 跟婆婆是在跳广长舞的时候认识的 俩人关系还贼好 见到我回来了 男人有点尴尬 解释说 我跟你婆婆是跳舞的舞伴 你叫我陈叔就行了 你婆婆身体不好 我来看看 这位陈叔可真是大气 一个舞伴登门 却买了不少补养品 婆婆笑得合不拢嘴 大约是心里高兴 我注意到她今天特意打扮了 还化了妆 她俩在客厅里聊得热火朝天的 我看不下去 直接回到房间 但当我开门出来的时候 猝不及防看到一个画面 陈叔居然把手放在我婆婆的肚子上 摸着稍微隆起的韵度 特别爱惜的样子 我冷不丁地机灵了一下 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 或许 婆婆肚子里的孩子 真不是凉霸的呢 如果我的猜测都是真的 那这出戏可就有得唱了 为了查清楚这件事 我决定混入我们小区 跳广场舞的团队 婆婆见我整天出去闲逛 还挺不高兴的 说我起了心思 想去勾搭野男人 我是没有勾搭野男人 但某些人就不一定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你是什么样的人 看别人也是什么样的 这叫心虚 我向她笑咪咪地解释 婆婆 我之前不是打胎了吗 这身体一直不见好 医生建议我多出去走走 锻炼锻炼身体 等我身体恢复了 才能更快出去 给你工作赚钱呢 听说我想复工 婆婆不说话了 还挺高兴的样子 因为我整天往外跑 那位陈叔来家里的频率更高了 完全把这儿 当成自己的家 而我 也在广场舞大爷大妈的口中 探听到一些消息 就那个徐芳啊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整天跟老陈眉来眼去的 有次小区举办广场舞活动 我还看到他俩在后台搂搂抱抱的 一大把年纪也不害骚 我有点猛逼 没想到虾猫碰上死耗子 还真让我给猜着了 我又找大爷大妈打探了一下 查到更多的消息 那位陈叔中年丧妻 儿子孙子 却很有本事 都是当官经商的 她本来参加广场舞团队 是为了消遣老年生活 可却意外遇到了我婆婆 我婆婆热情活跃得很 为了跟陈叔搭档跳舞 她还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单身的人设 她说自己被家里包办婚姻 丈夫早就死了 一个人含心如苦把儿子拉着长大 现在儿子出息了 还娶了媳妇 接他来城里住 就等着安享晚年了 我想着在工地干活的梁爸 在心里撕了一声 要不要 找个时间 安排他们见一面 我给梁爸打电话 让他来家里团聚 梁爸来家里那天 特意换了身心衣裳 打扮得干干净净的 但他刚进家门 就看到了在厨房里忙活的陈叔 俩人当即愣了一下 婆婆在客厅吃车梨子 看到梁爸来了 还特别紧张的样子 他站起身 愤怒地问 你咋来了 他想把梁爸往外推 但梁爸愣在原地 看着站在厨房门口的陈叔 没吭声 我故意站出来 说 婆婆 公公好不容易来一趟 留他在家里 吃顿饭怎么了 我看了一眼他的肚子 打去笑着 你看你现在怀着孕 小叔子 肯定想让公公多陪他 梁爸站在门口 看了眼陈叔 问 这人是谁呀 婆婆不敢说话 缩着手脚 躲在门后面 脸都涨红了 我呕了一声 介绍说 这位是陈叔 婆婆在小区 跳广场舞的舞伴 陈叔手里的碗都摔碎了 他手足无措地看着婆婆 问 徐芳 这个人是你丈夫 婆婆连大气 也不敢吭一声 陈叔却更加激动了 质问 你不是说你丈夫早就死了吗 你肚子里的孩子 说是我的 怎么又变成了你跟他的 不得不说 我婆婆的第二春还挺精彩的 但建立在谎言上的感情 就如悬崖上走钢丝 迟早都会出事的 陈叔又羞又愤 继续质问 你说你丈夫早就死了 担心家里的孩子 接受不了咱俩的感情 才要瞒着的 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一个丈夫 你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 得不到婆婆的回答 陈叔愤而离开 婆婆这才崩溃大哭 死死拽着人家的胳膊 说 老陈 我肚子里的孩子真是你的 咱俩做的事 你还能不清楚吗 他年纪这么大了 我一个月都见不了他几回 怎么可能给他生孩子 其实 我挺同情凉霸的 也知道这样突然揭穿 对他打击很大 但与其让他一直当冤大头 被婆婆瞒着骗着 我感觉还是这样比较好 听到婆婆的话 凉霸的脸色都阴沉下来 问 徐芳 你说啥 婆婆破房了 崩溃大骂 我难道没说错吗 我自从嫁给你 捞到什么好处了 整天吃苦受累 当乡下当泥腿子 老陈有钱有势 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我要跟你离婚 直到这时 他还可怜兮兮地拉着陈叔的胳膊哭诉 老陈 骗了你 是我不对 但我对他没有感情的 我肚子里 怀着你的孩子 你不能不管我 我肯定会跟他离婚 你等着我 面对眼前的局面 我给梁爽打电话 你妈给你找了个后爸回来 现在被你亲爸撞见了 回来谈谈吧 得知婆婆红杏出墙 给自己找了个后爸 梁爽当即就回来了 他情绪还挺激动的样子 一直问 妈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别人的 还让我媳妇去打胎 我原本好好的儿子 因为你打没了 你对得起我吗 婆婆却哭着说 你懂什么 他肚子里的孩子 能有我的金贵吗 他拉着梁爽说 我跟你说 老陈的家底有多厚 他光房子就有好几套呢 他家大儿子是当官的 二儿子是做生意的 还有个小女儿在国外 你自己想想看 能有这样的人脉 你以后的前程还用仇 跟着你这个亲爸 又有什么用 让咱们母子 一辈子都抬不了头 他说 这些话的时候 梁爸一直站在门口的位置 因为婆婆以前立过规矩 觉得梁爸在工地干活脏 不让他做家里的沙发 他的脸面如死灰 却还是将一丝希望 放在梁爽身上 毕竟梁爽是他亲儿子 他任劳任怨 供梁爽读书 他不信儿子 就抛下他不管 结果 梁爽抬起头 试探地看了眼他爸 居然动摇了 婆婆又炫耀地说 我以前都跟老陈商量好了 等我俩结婚 他就把名下的一套房产过户给你 他还会让他大儿子给你安排工作 有这样的好事 你上哪找去 梁爽抬起头 看向他爸 难堪地说 爸 要不 你就同意跟我妈离婚吧 说这些话的时候 梁爽也哭了 你看你什么都给不了我 我上学的时候 都不敢说自己是农村的 你跟我妈又没有感情了 她现在还怀着别人的孩子 你在坚持又有什么用 她劝说梁爸 你就算没有我妈 还有我 我肯定给你养老 虽然梁爽哭得生死力竭的 但我相信 这肯定是鳄鱼的眼泪 老实说 我不觉得农村来的 有什么不好 梁爸老实本分 勤勤恳恳靠自己的能力干活赚钱 可比梁爽和徐芳高贵多了 见连自己儿子都这样说 梁爸红着眼睛 咬牙同意了 他辞了在城里的活 一个人回了乡下老家 临行前 我在他的包里塞了五万块钱 徐芳跟梁爸离婚了 我打从心底里看不起他 但他好像还挺高兴的样子 一直联系陈叔说自己离婚的事 解释说自己现在终于离婚了 可以跟陈叔正大光明的好了 我听到他在客厅里打电话 语气特别卑微的样子 我以前是骗过你 但我现在为了你都离婚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 你该不会不想要我们母子俩了吧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看到我从房间里出来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挂断电话质问我 你这个贱人 老陈和老梁的事 是你故意的 对不对 我装作无辜的样子 解释 婆婆 你说什么呢 梁爸是梁爽的爸爸 我的公公 我打电话让他来吃顿饭 有什么错 我说得义正词严的 看到徐芳变成这么狼狈丢人的样子 甚至有点想笑 是你告诉我 陈叔只是你跳广长舞的舞伴 我怎么知道你居然瞒着公公跟别的男人生孩子 梁爽出现 制止了我跟徐芳的争吵 他把我拉进卧室 还试探地问我 媳妇 上次你回娘家 岳父岳母 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我故意装傻 说什么 梁爽磨磨蹭蹭地说 我听说他们住的那套老房子要拆迁了 上面会赔钱 还会给房子 我心里冷笑 反问 你想什么呢 那房子是我爸妈的 就算拆迁补偿 也是他们的呀 梁爽极了 你爸妈只有你一个女儿 他们不给你给谁 我学着梁爽和徐芳以前的说辞 说 这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吗 女儿都是赔钱货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现在已经是你们家的人了 你不会让我回娘家 找我爸妈要他们的拆迁款吧 梁爽哑口无言 见我态度坚决 他好像彻底失去了希望 从那开始 他对我越来越冷淡 甚至还借口出差 好几天都不回家 我知道他去找赵锦如了 而我的下一步计划 也要开始了 赵锦如跟梁爽 偷偷发短信撩骚 内容内叫一个不堪入目 我趁梁爽去卫生间洗澡的时候 偷偷打开他的手机 看到他们的聊天内容 赵锦如娇滴滴地说 老公 你到底什么时候 跟那女人离婚呢 难道你还不相信 我对你的感情吗 到底谁才是真正爱你 对你好 你还不明白 看着他们的聊天内容 我觉得梁爽好像遇到了高级 破选手 在微信里 赵锦如不停地 破自己有多爱他 在这世上 除了他 没有人更爱梁爽 像梁爽这么空门的人 居然都能被他 扑到肯花钱 给赵锦如买名牌包包和化妆品 我看着感觉特别想笑 凤凰妈宝男 遇到高段位绿茶 天生一对啊 很快 一段对话引起我的注意 赵锦如怀孕了 还想挺着肚子来家里 让我知难而退 但被梁爽阻止了 大约想起之前 徐芳逼着我打胎的场景 梁爽劝说赵锦如先等等 把怀孕的事瞒下来 徐芳怀孕比赵锦如月份大 肯定是他的孩子先出世 梁爽长了八百个新颜子 又想利用徐芳跟陈叔的关系 给自己事业铺路 又想留下自己跟赵锦如的孩子 所以想等徐芳的孩子出世以后 自己再把赵锦如带回家 官宣他们的关系 赵锦如答应了 不过却借此机会 狠狠地敲诈了梁爽一笔 他装得委委屈屈的 哭诉自己怀孕 有多不容易 前前后后 让梁爽给自己转账好几万 我把他们对话的内容 包括转账的截图 全都发到自己的手机里备份 听说赵锦如要考公务员 还进了面试 若是被人知道他在背地里给人当三 连孩子都有了 他的面试会不会身败名裂 因为徐芳欺骗自己的事 让陈叔非常生气 一连好多天 陈叔都没有跟徐芳联系 徐芳不停地打电话哭诉 一开始还装委屈卖惨 后来直接破罐子破摔 要挺着肚子去人家里闹事 我亲耳听到徐芳威胁说 反正我肚子里怀着你的肿 你还是不敢承认 我就去你家里闹 去你儿子的公司和工作单位闹 我倒要看看 为了这点事 让你儿子倒霉值不值得 陈叔害怕了 再加上徐芳肚子里怀的 确实是他的孩子 也心软了 就这样 这俩人又和好了 梁爽对陈叔特别上心 一口一个书叫着 对他比对自己亲爹还热情 我冷眼旁观 与此同时 还发现一件怪事 尽管陈叔跟梁爽 他们母子打得火热 就跟一家人似的 还承诺会让自家儿子 给梁爽安排工作 但从他进入家门至今 陈家的人就从来都没露过头 好像并不知道他们的事 我曾试探地问陈叔 叔 你家那几套房子在哪呢 还有你之前说 要给梁爽安排工作的事 到底啥时候能兑现呢 陈叔看起来有些慌张 嘴上敷衍着 已经跟自家大儿子说了 很快就能安排 我又问 你看婆婆她肚子越来越大了 再过几个月就能生了 什么时候安排两家见面 陈叔又支支吾吾地说 再 再等等吧 他们最近工作忙 我女儿还在国外没回来 我感觉 这个陈叔好像有问题 徐芳要见陈家人 但陈叔别扭着拖延不肯 这可把徐芳给气坏了 觉得陈叔在欺骗自己 压根没想跟他结婚 闹到最后 陈叔只能拿出家里的户口本 先跟徐芳领了证 他俩领证结婚那天 徐芳对着民政局的拍照镜头 笑得特别开心 我站在旁边 举着手机 给他和陈叔特意拍了个照 我们小区都是有业主群的 于是我把他跟陈叔的合照 发到了群里 让大家沾沾喜气 我们从民政局回到家 还没进家门口 就被陈家的人给拦住了 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梁爽甚至被陈叔的两个儿子 按着打了一顿 原来不止徐芳骗了陈叔 陈叔也是个情场的老油条 对徐芳也说了谎 陈家是挺有钱的 名下还有几套房产 但都跟他无关 陈叔这人年轻的时候 挺荒唐的 有儿有女 却到处沾花惹草 还会家暴 原配不堪忍受折磨 就跟他离婚带着几个孩子走了 可以说 他几个孩子的成就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临到老了 陈叔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好 这时候却想起儿子女儿来了 几个孩子看他可怜 又念着血脉亲情 最终答应收留他 但对他的态度却十分不好 所以陈叔给徐芳画了一张大饼 他自己在陈家都市寄人篱下 姚伟起怜的 更别说给凉爽房子 还安排什么工作了 所以他之前的恼羞成怒 不肯理会徐芳 压根不是因为生气 而是心虚 他不想再跟徐芳保持关系了 但又不能对肚子里的孩子不认账 他怕徐芳真的去找陈家闹 怕陈家知道他的丑事 从此对他不闻不问 所以 只能一边瞒着陈家 一边哄着徐芳这对母子 能过一天是一天 结果当然是 被我发到业主群里的那张照片给揭穿了 陈家因为徐芳和陈叔的士气的不行 徐芳和陈叔已经领证结婚了 属于法定意义上的夫妻 所以他们提了要求 既然徐芳想跟陈叔一起生活 他们也不拦着 反正陈叔以前对他们也没尽过抚养义务 以后大家断绝关系 陈叔就交给徐芳照顾了 所以 徐芳机关算尽 梁爽忙活了这么多天 非但没给自己铺路 反而还收获了一个野爹 这个野爹不是他的贵人 反而以后需要他的照顾 成了他的累赘 梁爽都快气死了 徐芳也又哭又闹的 都羞愤到想去跳楼了 因为受到打击 徐芳动了胎气 被送去医院修养 医生说他年纪大了 高龄产子 有点危险 建议徐芳想清楚 徐芳想都没想 就去把孩子打掉了 毕竟这个孩子是他争夺财产的工具 现在财产都没了 把孩子生下来也是个笑话 陈叔对此不敢说话 还耸得跟什么似的 跟着徐芳和梁爽回家 但被梁爽气地赶出去了 半夜三更 警察来敲我们家的门 说陈叔是徐芳的老公 不能对他不闻不问 我注意到梁爽的脸色不好看 徐芳更像是吞了个苍蝇似的 只能让陈叔进来 我听到梁爽给赵锦如打电话 我妈已经把那个孩子打了 我找个时间把咱们的事说出来 我会提前跟蒋山离婚 你怀孕的事不能让他知道 不然会有点麻烦 梁爽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出轨的事 然而我会放过他吗 所以在梁爽跟我提出离婚的时候 我把他跟赵锦如的聊天截图发了出来 梁爽说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 当初我生病 你丢下我不管 让我彻底寒了心 我说 你跟赵锦如搞到一起 连孩子都有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放得什么屁 见我发现了他的丑事 梁爽索性破罐子破摔 直接跟我摊牌了 他要跟我离婚 把赵锦如娶进来 我说 行啊 把财产分割清楚 是你出轨导致离婚 理应 你净身出户 梁爽和徐芳不愿意 还大吵大闹 说我贪心 我摆出一副耍赖的架势说 不给钱 那我就不离婚 让赵锦如把孩子打掉吧 我跟梁爽的事因此僵持起来 我能等 赵锦如可不能等 他找梁爽哭闹 还威胁着 如果梁爽不肯离婚 他就去把孩子打掉 梁爽是个妈宝 家里的钱全握在徐芳的手里 他做不了主 所以只能去劝徐芳 梁爽说 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蒋山 想让锦如嫁进咱们家吗 现在 锦如怀了我的孩子 钱没有了可以再挣 孩子没有了 可就真的没有了 这身外之物 哪有孩子重要 不得不说 赵锦如的铺相当成功 把梁爽调教得不错 毕竟以前梁爽劝我去打胎的时候 说的是 咱们现在还年轻 孩子没有了 以后还可以再要 没必要养这个女娃 大约接连失去孩子 这事儿刺激到徐芳 让她有点后怕了 她咬了咬牙 同意了我的要求 让我跟梁爽离婚 家里大部分财产都给了我 走出法院的时候 徐芳还特别骄傲地向我炫耀 我儿子离了你 只会越来越好 人家锦如是研究生毕业 还要当公务员了 她哼了一声 说 现在花出去的钱 她都会给我挣回来的 我笑了笑 回答说 那就恭喜你能有个公务员 好儿媳吧 跟梁爽离婚后 我收拾东西回娘家 当天晚上 我就写了一篇 声泪俱下的小作文 搭配梁爽跟赵锦如聊天的内容 一起发送了出去 在小作文里 我说 自己原本家庭美满幸福 但被赵锦如插足 现在丈夫离婚了 孩子没有了 反倒是小三 活得风生水起 竟然要考上公务员了 我质疑赵锦如思想道德败坏 私生活混乱 这样的素质 也能当公务员 其实 在发这篇小作文之前 我查过赵锦如的笔试成绩 只能说 刚刚压线 除非 她面试成绩特别好 否则基本上不可能当上公务员的 这篇小作文出来以后 就预示着她的考工生涯彻底失败了 不少人看热闹吃瓜 还有知道内情的邻居在网上爆料 把徐芳的丑事给抖了出来 这家人可奇葩了 他们家那老太太婚内出轨 跟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大爷好了 一大把年纪居然还怀孕了 当时她儿媳妇都怀胎五个月了 硬生生被她逼着去打胎了 当然有好事的网友 奇怪 为什么徐芳怀孕 他要逼着我去打胎 邻居解释说 他们家特别迷信 找人算命 说老太太怀的是个男孩 他家媳妇怀的是个女孩 那老太太听说自己的拼头挺有钱的 就想把孩子生下来 从人家身上套点财产 徐芳和陈叔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被人极尽嘲讽耻笑 徐芳被骂得连头都不敢出 去菜市场买个菜 都要被人指指点点 至于赵锦如 他和梁爽聊天的截图 被传得到处都是 公务员面试也黄了 随着网上舆论的发酵 他们原本工作的公司也顶不住了 直接把他们俩给开除了 赵锦如还是跟梁爽结了婚 不过他们过得挺惨的 因为梁爽跟我离婚的时候 大部分财产都给了我 他日子一直紧巴巴的 一家人从原本居住的小区搬出来 找了个特别小的出租屋住着 梁爽和赵锦如设死了 徐芳也被陈叔阴魂不散缠着 甩都甩不掉 我陪爸妈逛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遇到他们一家人 当时赵锦如正在买东西 他想买一盒草莓 但徐芳和梁爽不让 徐芳气冲冲地说 你不知道草莓有多贵吗 看看这一盒才多少 居然要六十块 这是家里香金砖了 能吃这么贵的东西 赚钱的本事没有 败家倒是挺有一套的 大约是被他们母子俩欺负狠了 赵锦如也破防了 超市里人来人往的 他直接跟徐芳骂了起来 赵锦如挺着肚子 哭得特别惨 我现在怀着孕 想吃一盒草莓怎么了 你们家变得这么惨 跟我有关系吗 还不是你自己做的 一大把年纪不知减点 怀了野男人的孩子 他越说越气 几乎对徐芳咬牙切齿 要不是你闹出那档子烂事 我跟梁爽现在至于被人耻笑 整天抬不起头来吗 你老公不是在后面吗 跟着我们干嘛呀 去找他呀 几人身后 陈叔唯唯唯诺诺地跟着 面对众人的目光 后脸皮地笑了笑 徐芳看到他这个样子 气得心梗都快犯了 后来见到那家人的次数 就越来越少了 我也是从朋友那里 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 朋友说 赵锦如的孩子没能生下来 因为他持续作妖 仗着自己怀孕使唤徐芳 徐芳忍无可忍 跟他爆发矛盾 两人争执中 徐芳一不小心把赵锦如推倒 把他的孩子摔没了 赵锦如也不是吃素的 为此大闹 环抱了警 闹着要跟梁爽离婚 等梁爽赶到家里 看到家里的一片狼藉 气得要死 看那个陈叔更加不顺眼了 他不想认陈叔这个野爹 也不想给这个野爹养老送终 甚至连徐芳都被他赶出家门 闹到最后的结果 赵锦如被娘家人接走了 坚持跟梁爽离婚 梁爽把陈叔揍了 陈叔因为年纪大 再加上身体不好 倒在地上中风瘫痪 梁爽和徐芳一起被抓了 母子两个在警局哭得惊天动地的 朋友感慨 幸亏你及时跟梁爽离婚了 不然对着这俩奇葩 以后有你受的 我笑了笑 女孩子眼光不好选错人没什么 但千万不能一错再错 为恋爱恼害了自己 我很庆幸自己当时的醒悟 及时止损 从这段鸡飞狗跳的婚姻中解脱出去 接下来的时光 我会规划好自己的人生 一切重新开始 至于梁爽和徐芳那些人 恶人自有恶人魔 就让他们一辈子都烂下去吧 通过来的时光